最近社会上发生一个案件 就是这个送信学生被打到昏迷 那这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总是看到每次这些 可能加害者的父母亲就出来道歉啊 哭泣下跪 其实这都是家庭的问题 家庭没有好好教养小孩 小孩没有管控没有节制 至于他们情绪管控有问题 所以当这么简单的插状 就会产生这么强烈的一种 暴力的行为 其实这都是很可惜的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家庭的问题 家庭造成出来更多的问题 所以其实读圣经有很多可以学习的 在雅各的家庭里面 原生家庭里面 因为他的父母亲就是一个溺爱的 一个是有选择性的 以至于他跟他的哥哥也有状况 以至于他们家庭最有分裂 希望所有的家长 不要等到我们孩子出世的时候才说 他不是那样 他交错朋友 他以前很乖 我们更应该花点时间 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为这个送信大学生祷告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跟我们一起闭眼睛 一起为这个送信大学生 一起加油打气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这个时候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 我们看见一个很年轻的生命 遇见一个很不公平的对待 很暴力的对待 他现在还在为他的生命挣扎 我们看见一个家庭可能会破碎 主啊 这时刻我们愿你医治 恢复 送信学生 让他醒过来 主啊 让这个死亡的灵离开他 让他的所有脑部的压力 都可以降下来 让他所有奴内的 所有的受损得到恢复 主啊 愿你祝福他 也求诸你医治他 更保守他的家人都平安 主啊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只能跟 所有一起 愿意为他打气加油的 朋友们 弟兄姐妹祷告 愿你施行神迹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希望你常常可以 想到这件事情就祷告 想到这件事情就祷告